字幕提供 《珠神的作品》 看到這個設定後 我想在這裏拍攝未來十首歌 因為阿星的出品 有一種很大製作 很有故事性的演繹 我期待當她聽到 《珠神的黃昏》這首歌 他究竟立刻可以吸引到他的腦袋想什麼畫面 其實我是很興奮地去找到 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我本身一直都是Evanna多年來的支持者 他都知道的 同時我也是歲月年的好朋友 直白這兩個單位 我從來在拍MV這幾年都沒有合作過 當初接觸到的時候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一次過和兩位很想合作的人一起合作 這兩位都是很不一樣的藝術家 我是極興奮但也是極擔心的 我經常都在拍MV的時候 希望在泳池游泳 或者在草原跑 或者在景色 或者在花園做 阿昇這次踏這些景色 如果單是我的作品 就未必會撐得起 但《諸神的黃峰》 我覺得是一首很大戲的作品 我一直唱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一定是寫不出的 我寫這個旋律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由兩把聲音去帶到的 我寫的時候 整個腦都是充滿著Sirini的歌聲 他的聲音和我自己的聲音 然後就好像兩把聲音在我的腦裏面 就會在編織 然後就會變成一些 melody 很直接地寫出來 我未寫過要兩個人唱的歌聲 所以我也覺得很難 尤其是我們一開始不是選A、B部分 然後我說 我也不知道怎樣選 最後就是 對 我們就搭著 很多位搭著唱 我們兩個雖然是兩局 和Godly figure 但可能都是one 我想就是一個 We are all one 的一個共存 當接到Sirini和Evanna的時候 我就想這兩位代表什麼 元素的神的時候 我覺得樹就很理所 當然我覺得是比Sirini 而且也很接合整個主題 就是木林的一件事 就是森林和植物都是很重要的 Evanna對我來說 直以來都是一種沒有形態 可以是沒有形態 沒有形態去形容它 因為它的所有歌曲也好 藝術呈現都從來都沒有受到 那麼關關關 所以水這個形態也是很適合她 到時候看MA會知道怎樣可以 看到這兩個對我來說 一個是很底的神 和一個是很離地的神 的分別是什麼 我的demo也叫做Misty Dialogue Wyman聽完我寫的這個旋 還有想到Sirini和我演繹的時候 她就想到《諸神的黃昏》的這個故事 那個歌詞呢 我都可以用一個坑字來形容的 因為她寫了一個很大的訊息 她用了我們飾演兩個神 代表了禮和樂的兩位神 我是惡之神 我是送禮的那個神 我是送禮的那個神 Sirini是禮之神 我記得了 我那些曲子是比較half的 我覺得 斬碎容來做燈吧 或者心酸識禮想死罷的那些 是很straight forward 是很straight forward 是 我看詞的時候 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位置是 最後的版本是維持了幾多正路變曲街 是啊 很棒 我想起她很認真地唱這句 I love it Yeah 其實我自己的demo已經是編得很精彩 很棒 這個 I love it Thank you 但是呢 為什麼我覺得這麼精彩 都要交給Alex Holmes 因為我知道她會更精彩 當然會 然後 跟Alex的溝通 也有特別提到 今次我們這個音樂會的一個主題曲 一個themed song 去introduce我們整個journey 對 所以她都真的用了epic的方法 和很storytelling的方向去編曲 我發覺Alex很懂得錄音 因為她會錄完一次之後 很好啊 不過我們多來兩次 她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是嗎 她是這樣跟我說的 她是這樣跟我說的 但是她跟我說的 她全部就說 那這樣的 我想要一個甜品的 然後等一下就說 那我想要一個辣煲 用所有食物去形容我的狀態給我聽 應該很懂得如何跟不同的藝人錄音 就是我那些說趕下班的那些女人 然後就錄多一次就行了 之後再兩次 她感覺到你 感覺到 我記得我跟Alex楓說 這個opening很興趣 因為就是年幼的時候那些魔法記憶 對 好像聽到有些霧出來 對 有些霧出來 有些霧出來 那個title concert title very nice to meet you 就飄出來 我覺得我們兩個好像兩隻creature 那樣 但是呢 它symbolic的意義就是 是代表了某一種的神 某一種的spirit 某一種的精靈 那樣 但是呢 在 concert 裡面 其實跟我們的音樂作品 有一個很相似的地方 就是我們都有不同的狀態 的作品 就算我們寫的歌 我們唱的歌 其實都流露著不同的情緒 或者不同的感覺的一面 那這個 concert 裡面呢 我們就會是很真實地 和很沒有保留地 將這些面孔 由音樂和影像去傳送給大家 就是沒有說框住了 是 一定要是可愛 一定要是邪惡 我就沒有這些形容詞 因為Evanna可樂得來有點邪惡 哈哈 哈哈